据印度防务新闻网站报道 印度国防部长给边境道路组织三个月的死期 修完所谓拉达克地区东段的公路 毕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印度军方要求三个月必须打通最后的255公里公路 现在来看有一部分已经完工 比如有45公里摆油路已经完成 为了加快建筑以及命令征召11800多名工人加入施工 帮助印度工程兵部队加快公路建设 因为在短时间内 印度在前沿的四个时不会撤退 那么就必须要在11月大雪封山以前完成所有道路建设 第一批工人已经进入列城 正在适应当地气候环境 中将军长哈帕将军 在为现场的项目配备了足够的人力之后 向印度国防部长保证 他的部下将毫不动摇地按时完成进行的项目 我们先说说拉达克的地形和冬季 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事关四个师生死的大事情和困难程度了 拉达克北面是喀赖昆仑山 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 世界第二第九高峰都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个平均6000米的拉达克山脉也在这一地区 三大最高山脉汇集 整个地形非常支离破碎 进入拉达克地区的交通基本上只能依靠公路 而公路只能沿着河谷修建 且实际出口只有印度河谷一条路 这条公路山高谷山经常发生塌方雪崩 落实泥石流现象 动不动几千辆卡车就会被困山谷 多少天出不来 而且一旦到了11月以后就会大雪封山 时间是4到6个月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好起来 那就不知道了 毕竟在佐吉拉山口 大雪最厚的时候有18米 什么车辆都无法通行 是真正的大雪封山 最难的是进入佐吉拉山口以后 将会从2900米一直前进到海拔3500米高度 而且都是非常窄非常陡峭的枝字形山路 一侧悬崖可以达到500米 而且没有防护墙 也没有防护网 路面还非常窄 这是真正的鬼门关道路 从斯利纳加到列城443公里 但是车辆最高时速就只有10公里 这么400多公里道路可以走至少2到3天 甚至更长时间 因此印度军方必须要打通这条公路 让其在冬季也可以使用 否则在山上的4个印度狮就要慌了 毕竟拉达克山区的冬季 是除了西伯利亚以外第二寒冷的地区 而且冬季要想把4个狮拉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零下30多度 从最大18米厚的雪山下 4个狮的大部队携带装备下来 爬山上百公里 翻越多座大山岭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一旦路修不好 那么到了冬季 4个狮被困在山上无法补给 就连想撤离都不行 要被困在那里4到6个月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不惜一切 也要在3个月打通这条公路的原因了 是不可能做到这条公路的原因了 是不可能做到这条公路的原因了 是不可能做到这条公路的原因了